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画出这个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话可以用多边形来画最快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画线段 一个这个80然后再画一个角度 等于是用画线段的方法来做只是说比较慢 那第一个我们用多边形 那首先的话你就输入三个 因为它是三边所以输入3Enter 3Enter之后的话接下来 特别注意因为这一题呢它没有中心点 它不是内切也不是外切 所以我们就只能选边缘 所以这里比较特殊是你要输入一个1Enter 1Enter就是边缘直接输入1Enter 1Enter之后呢接下来 我们画的方式就必须怎么样呢 第一点那第一点的话我就从左边拖拉过来 就再拖拉到右边就可以 拖拉到右边 右边的话是第二个端点是80 所以输入80Enter 好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就会是像这个样子 那线段我刚刚是漏掉 因为我刚刚改成虚线 再把它改回来好了 点它一下选取它 选它之后的话呢 再去把它颜色改 这边把它改回来好了 改成原来的线段 好了之后的话呢接下来 里面的圆怎么画呢 这一题主要还是用那个切切切 那怎么切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画对角线 对不对 对角线的当辅助线 到终点按两下空白键 然后再来的话呢 在这边 这个是辅助线 两条辅助线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这个 再把这个地方改成实线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 所以中线画下来之后 其实可以看出来 用这个方式来看 用这边往下 这边再来 对角线 其实就是对角线 这个画下来 跟这个画过去 这边不是有个切 这个圆有没有 切切切切 那这个圆呢 切切切切就可以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绘图里面有个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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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第一个就切这里 切这里 第一个圆就出来了 改回来 然后再来的话 其他也是一样 这个把它改回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再来也是切切切切 再来就是绘图里面的也是切切切 那特别注意切切哪里呢 切这个 然后切这个 还切这一 三个 那最后呢 最后也是按右键 相切切切切切 这样比较快一点 切这里 跟切这个圆 还有切这条线 好 切完之后的话 实际上其他也都是一样 只是说其他还要再做 总共要画九个圆比较慢 比较快的方式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阵列 有没有 环形阵列就可以 那把这三个圆选取起来 用实现的选取 然后再用这个阵列 选环形阵列 那物件已经选好有三个 中心点选哪里呢 选这个焦点 再来呢 项目总数选择三 因为有三个嘛 三百六十段确定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补一个圆就好了 也是一样 绘图里面的圆 然后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三个圆就可以 那切完之后的话 这两条线 可以把它删除 那再做一个标注 标注底下这个 这边到这边80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好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记得呢 刚刚多边形 要输入一个Enter 就是用所谓的边缘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一个中心点 也就是没有内切 也没有外切 没有内接也没有外切的圆 所以这边的话 直接用一个 EEnter就可以 那指定 第一点的话 记得是在左边 左边点一下 然后在第二点的话呢 再往右 水平的方向呢 80Enter就可以